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福克斯新聞網12月15號獨家報導說 一位聯合國內部的舉報人士披露 位於瑞士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每年提前向中共政府提供參加聯合國 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人權捍衛者名單 這位名叫艾瑪·賴利的聯合國僱員 2013年第一次提出這樣的指控 今年10月份 他向美國外交官和國規議員發出信函 再次揭露這一事實 福克斯新聞網獲得的這封信的後面 還附了一封電子郵件 顯示名單已經提交 聯合國否認有這種行為的存在 然而賴利說 自從他提出這項指控後 他在聯合國機構內部就遭到各種報復 據路透社12月12號報導 他們最大的客戶金融訊息供應商陸福特 因為屈從中共的壓力屏蔽新聞報導 今年8月以來 已經將路透社的200多則 與香港反送中抗爭相關的新聞封鎖 其他許多可能會激怒中共的新聞 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報導說 陸福特的內部文件顯示 陸福特公司在夏天安裝了一個 可協助自我審查的過濾系統 用來阻止大陸的讀者取得外界的訊息 據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威脅說 如果陸福特不配合控管訊息 他們在中國的業務就會被終止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 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這裡人士採取了不足 內部的訊息 說 以太多人就捉了 我現在來自我